Hello 大家好 又是省家人 你加拿大老有機呢 今次省人一吹 和你吹吓近日發生的事 記不記得我之前和大家說過 加拿大的全牙科保健 現在有些新的update 不如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聊一下 吹水歸吹水 為你訂閱了沒有 未訂閱的 訂閱吧 按鈴鐺 有什麼新片你馬上知道 還有like share comment 這些topic 真的要你講一下 因為吹水有來有往才有東西談 剛剛在4月17日 在我們的加拿大政府發佈了一個新的news release 關於CDCP 即加拿大的牙科保健計劃 他說原來已經有超過5000個 這個牙醫或者這些health care provider 已經sign up 了 是不是很吸引呢 其實5000也不是說太多 全加拿大 其實這句話只是打個底 告訴你我也不是那麼差 之後那句話才是來了 他說全加拿大有900萬人需要這些oral health care 所以有鑑於此 決定extend這個program 為什麼要extend 因為他說法國有一些 牙醫方面他們就不想參加這個計劃 但是仍然是想幫這些client 申請CDCP 所以 現在政府讓步 就算這些service provider 他不想參加這個CDCP沒有登記到 他仍然可以去和政府claim這些錢 即是說政府已經跪低了 告訴那些service provider 沒所謂 你參加也好 不參加也好 總之你幫他做了事我就給你錢 他再強調一下 解釋一下什麼叫emergency care 或者preauthorization 什麼為之緊急服務和預先申請的機制 他就說 其實 這些emergency care 比如無端端你牙痛 這些事件 你發生的時候 就不當是普通的門診的examination 就是說 你平時的看牙一年就有三次 這個emergency 就不包括在內 而且這些emergency 亦都是不需要preauthorize 即是說不先預先申請 當然了emergency 講得明白 你當然不知道才有emergency 那麼預先申請到 怎會叫emergency呢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 在5月這個program就開始了 但是到11月才開始 它有一個 叫預先 審核的過程 11月之後這些預先審核的過程 這個preauthorization 開始了的時候 有一些emergency情況 普遍情況 普遍情況需要preauthorize 如果在emergency的時候 是可以預先做的 它只需要補一些 很少量的document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 對我們來說 應該簡單容易了 另外 政府也承諾 他們會繼續fine tune CDCP的program 因為有時候他們知道 有些 特別的長期病患的需要的時候 他們 就可以簡化的程序 例如你不需要 下下去申請preauthorize 可能他會預先批了你幾次去做 理論上 所有的步驟 就應該簡化一些 我也希望將來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政府也大大頭盔 告訴你 其實那個收費表 已經列出了 我記得上次條片 已經跟大家 大約 go through 過 他的收費表 所以有興趣 可以看上一次 那條片 每個州份 每個省份 都已經列明了出來 白紙黑字 他也再提出 CDCP其實 主要是真的幫助那些加拿大人 如果他是沒有這個醫療保險的 如果你是用這個CDCP的時候 你要記得 他提醒你 你要付個difference 不是說他付了錢 你付多少difference 看我上條片 就會幫你計下 大概是怎樣的 那就是說 其實政府真的聽到群眾的聲音 或者是群眾的壓力 所以 你現在 很方便 基本上你去開個牙醫 你都可以 叫他申請你的CDCP 直接去跟政府claim 當然 claim的費用是多少 實際上你要補多少 真的要跟牙醫談清楚才行 另外一個topic想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買東西的習慣 請問 平時你有沒有去這個shopper買東西 或者其他的超級市場呢 你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 見到什麼想買 就走去買呢 因為很多的外國人 或者不是唐人 他們很喜歡 到處去買東西 買東西的時候 他看到 對呀 喜歡呀 那就買 經常都是沒有看價錢的 往往因為這個緣故 他就給了很多的稅 什麼稅 我就叫他叫做 要隨便 為什麼呢 因為你隨便買的時候 隨便會給多很多錢 話說呢 我就需要買一支金油 金油呢 用來塗手 這樣 如果爆炸很嚴重 塗它 你就會 很滑 而且就很快爆炸爆完 那麼 買藥這些東西 去哪裡買呢 Shopper 話畢竟都是drug store 所以 去Shopper看看有沒有金油 賣 對呀 找一下找一下 終於找到了 看到這支金油 價錢 8.79 咦沒有特價 心想 咦 星期四老人卡 就有特價 家裏有老人 不如叫他來買 所以 當下就沒有買 剛好我就需要 去Nofills 買點東西 去到Nofills 看到他有藥房 當然是進去供 公開公開的時候看到 他也有金油賣 一看的價錢 3.99 嘩 便宜了一倍有得 同一支東西 同一個貨品 同一個份量 品牌都是一樣的 試問你怎會想到 同一個系列的產品 居然在兩間店鋪 可以賣一倍的價錢 而且還沒有寫特別 有什麼便宜 即是說Nofills平時都是這樣的價錢 看完之後我馬上心都寒了一寒 為何那麼寒 你想想 平時那麼多人在Shopper買東西 被他困了困了 真的困不少 所以這個故事就教訓我們了 平時買東西的時候 停一停 想一想 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 然後看看是不是真的值得買 才好買 想想想 想想想 不如看省人一周 分分鐘省人一周 說的特價東西 你想買的呢 那又便宜一塊 你前幾天有沒有入油 是不是有沒有聽過新聞說 突然間 之後那天要加14先 跟著 嵐嵐聲 拿拿拿 就去進入油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無端端告訴你 明天加油 加14先 1L 那麼多 哇 你去到外面這個 油站 就看到一個 很震撼的場面 全部都是人排隊 分分鐘的人排半個鐘 九個字都有啊 那麼我都不撿私出去排 排隊基本上 真的 等了很久 那 油站有時候很奇怪 他又沒得organize 左邊右邊 車 串串插插插 插插插插 在裏面 有些人跑來打尖 所以搞到 浪費了很多時間 都未入到油 排隊其實都OK的 正常 但是最不生性 就是看到 前面 付錢的 他不是用卡 他又不是用app 要走到油閘 裏面付錢 就是說 你分分鐘要等多一倍時間 因為裏面已經很多人 等他出來 又再入油的時候 真的浪費了時間 所以 奉勸大家一句 如果你有credit card 或者你手機上面有app 用他來付錢 就方便快捷很多 利人利己 講了這麼不好的消息 不如講回好消息 其實這個不是好消息 只不過是令到我們舒服點 開心點 因為 在Vancouver他們的油價 去到2.33元 你真是嚇死人 我們雖然給1.7元 不是叫170元 10多元 你相比之下 我們其實 便宜了5毫子1L 是不是覺得突然間 入得很划算呢 想想好了 其實 遲些油價 可能已經慢慢升升升升到跟他差不多了 唉 真是大城市的悲過 沒辦法啦 住在這些地方 不入油 就慘了 用電車嗎 夠電 可能用幾年之後 又窩窩的 又給錢去買過 唉總之麻煩啦 你們怎麼看呀 究竟你駕電車 駕這個hybrid 駕油車 入油的時候 肉不肉痛呢 不妨留意到 聊聊天 好了 我是限家人 下次和你再吹個 好了 這條片就去到這裏 請大家 訂閱 點贊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嘿 甚至 邊 雷 好 你好 說 汽油 嘴 嗯 膿